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一家独大 成为最大的继承者 其实在这里 有一个观点需要抛出 俄罗斯真的可以说是继承吗 客观来讲 俄罗斯本来就是苏联的核心 和美国所谓的联邦制 有很大的区别 在一定程度上 俄罗斯以一己之力 拖起了整个苏联 所以俄罗斯与苏联之间的继承关系 其实是理所应当的转交 从历史角度来看 解体对于俄罗斯 不但没有太多的好处 反而让其失去了更多 想必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 其实和美国联邦一样 都属于多个国家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从理论上讲 俄罗斯有再次解体的可能 这也是这些年 美国一直致力于的事情 其实想让俄罗斯解体并非易事 但也并非难事 在本世纪初 美国总统就再次用对付苏联的手段 对付俄罗斯 和沙特签署石油协议 使石油价格暴跌 不过现在的俄罗斯人 骨气要比苏联时期硬得多 应是扛住了美国60多次制裁 保住了俄罗斯的头衔 那么本文也讲一讲 俄罗斯这种硬骨头的由来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人 其实在沙俄时期 沙皇就是纯正的俄罗斯人 沙皇的决断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俄罗斯人的处世之道 总而言之就是 县世县报 绝不拖泥带水 比如俄罗斯全国都信奉东正教 根据俄罗斯历史书上的记载 信奉的原因很简单 当时俄国上层 亲眼目睹了军事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后 感觉深深的被震撼 就这样全国就加入了东正教 意志至今 是不是很儿戏呢 当然还有更夸张的是 当年沙俄某村庄发生了暴动 很快就被沙皇镇压 为了杀其近侯 沙皇直接把暴民流放到西伯利亚 后来还把标志性的大同中抽了十二边 也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经过三百年后 当地商人居然跟沙皇讲 大同中已经接受改造三百年 也没有再生事 应该把他接回来 就这样大同中又被生生从西伯利亚给拉回来 说这么多 不是为了凸显俄罗斯人的不好 只是为了帮助大家 更深入的了解俄罗斯人的脾气平性 就如同沙俄重途末路时 日本人居然跑到沙俄 抢了15吨黄金 后来苏联直接去日本要 日本不给 苏联当时就说道 我们不记仇 有啥恩怨都会当下报 果不其然 二战结束后 苏联把在东北的60万日本人 拉到苏联免费当了多年苦力 用人敌债这种现世报 或许也只有俄罗斯人能玩得出来 不知道大家对此做何感想呢 一定不会有机会 对此ai 杀 detalhe 随睿 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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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信